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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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 看你的商业计划书 你打算自己建设物流渠道 对 这就意味着 你自己要养一个庞大的物流团队 是的 你的想法我有点不太理解 物流团队完全可以外包嘛 为什么要给自己 背上这么沉重的包袱啊 我不认为这是个包袱 物流团队确实可以外包 但是一旦外包的话 我就没法掌控品质和效率 我需要自己的物流团队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牌 如果我们再往长远点想 它也有上市的可能 野心很大 我很欣赏 不过这不是我见过 最大胆离奇的想法 这年头大胆的想法随处可见 能够落地生耕 带来现金回报的 可就不多见了 对 您说得非常对 但是我确信 我这个想法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带来丰厚的回报 甚至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甚至你这上面提到 要给所有的员工修建宿舍 对 如果没法让员工睡得安稳 他们怎么会安心工作呢 精神科佳 不过嘛 我得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是不是能给你投资我不敢讲 但是我个人来说 可以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敬意 了不起 那我先谢谢了 这个计划书这样吧 我让公司再给您的秘书传证一份 好 您慢走 好 设备交证那时候你考虑怎么样了 小青什么意思啊 还是坚持啊 我都不知道她咋想的 这个设备没来的时候比谁都着急 现在可没事人似的 人是小青在国外学习过这么长时间 她的要求可能也是有道理 你可拉倒吧 咱没在国外待过呀 国外东西都对呀 我现在就在想这么一大笔钱 我去哪儿弄啊 沈亿 要么我回家把房卖给了 闭嘴吧 你把你自己卖了钱都不够用 要不 试试去 劝劝 我劝劝她 吃你的生饭吧 好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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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我也不知道 我刚怎么就突然眯着了 你还没吃饭吧 菜都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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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睡得这么香都不忍心叫你 你赶紧去上楼睡去 走 没事 不着急 你这么晚回来 那公司的事儿聊得顺利吗 怎么说呢 洗油餐办吧 我是低补了国人的购买力 所以我特意多备了几台服务器 可是也应付不了 那这么说是好事啊 本来就想事理事 结果没想到啊 直接变成了对压力测试 你看我们现在的技术 客服 商务 包括物流平台都不成熟 我觉得就靠我们几个 根本干不过来 关我下午啊 就干了好几个小时的客服 要不然那几个孩子 别说吃饭了 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你这发展太快了 人员又不够了是吧 那要不这样 你要是缺人手的话 我去你那儿帮你干个客服 你看行不行 你当客服你别逗了 我跟你说 说话都说恶心 那滋味不好受 我可操不了内心 我现在头疼的不是这个 我头疼是什么呀 怎么了 现在这些个资方啊 它需要看你的数据流量 可是我的硬件吧 跟不上 没有钱升级硬件 就做不了数据 没有数据我就融不到钱 你说这不是死循环吗 所以说这说来说去 还是资金的问题 咱们国家对这个海归人士 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扶持政策吧 要不明天我就问王主任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 就说这一般人脑子 比不过科学家的脑子吧 走 睡觉 等等 等等 你先别夸我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我今儿出了个大问题 你这儿有什么问题呀 本来呢 今天实验室的这个升级设备 已经完成了 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结果他们居然忘了 校正设备这个工作 没事 别着急啊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啊 还得靠时间慢慢地培养 你平时多知道 一定没问题的 这个是原则问题 我必须坚持对吧 我以前在美国这方面 我是吃过亏的 所以我一直铭记在心 可是吧 这也是我纠结的呀 一方面我得本着 对实验负责的态度 另一方面呢 如果坚持校正设备 那就又牵扯到资金问题了 你别替谁兜着啊 我就问你 十一什么态度 还好这件事情呢 十一哥是绝对支持我的 真的 所以我说吧 跟熟人一起工作 还是有好处的 那十一这小的还挺仗义的 你说平时一个精打细算 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的生意人 能这么做 还真让我刮目相看 得 那你这边啊我就省心了 我这边不知道 能不能有个十二十三的 也这么帮着帮着我呀 别闹 走吧 睡觉去 走走走走 我先去把那堆收拾了 你别管 你别管 你赶紧上楼 我来收 我来收 不就是放蜜江谱 我会 你收拾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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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 大家现在手上拿到的是 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公司的每一笔支出 以及目前公司的财务情况 大家先看一下啊 没想到公司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了 没办法呀 因为我们公司的特殊性 确实一直在花钱 到目前为止 也没什么盈利的能力 但是 我相信 在我们赵晓卿教授的带领下 一定会早日有它突破 为全公司乃至全人类造福 别别别 你们可千万别这样说 我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的 这还得靠大家一起努力 赵教授 实验室的校正工作完成怎么样了 已经完成了 所以鉴于目前的情况 我建议马上开始启动社会融资 这一点我没意见 好 还有啊 不是我给你压力 你看你的要求我也都满足了 接下来就要看你 还有你团队的发挥了啊 你放心 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科研团队 都非常有信心 特别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在座的各位都听见了啊 行 那么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 社会融资马上开始启动 小总 王主任来了 王主任 你怎么来了 小青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了 我呢正好有点办法 就想过来跟你说一下 应该我登门拜访 您来亲自跑一趟了 你坐坐坐坐 好 是这样 你的情况呢 完全符合咱们中小企业扶持计划的标准 相关低息贷款的资料和手续呢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哪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一趟银行 很快就会扒牙了 王主任您来得真是太及时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可能还缺点人手 我早就猜到了 这是咱们全市各大院校的资料 市里举办的嚣张活动 我已经替您报了名了 王主任真 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你替我们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 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 不不不 您这是解决了我燃眉之急 能帮上您是最好啊 那你先看 我先回 咱们改参谈也好 那您大楼员跑一趟 连口水都没喝着 不用不用 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 好不好 没问题 您放心 好 那我就不送您了 接连了 好好好 您慢走啊 喂 李总 恭喜您啊 公司董事会刚刚投票要决 以致决定投资入股 咱们以后合作愉快 真的呀 那 那太好了 今天什么日子 好消息接连不断 那好啊 就这样 好好好 好 就这样 王总这个气质不凡啊 但是又这么的低调 有内涵 以后我得向您多多学习啊 一起合作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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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给您介绍一下啊 王总 听说了您的事业之后啊 特别想给予资金的支持 赵晓晴教授 美国学生过来 顶尖的科学家 你好 王总 你好 科学家 果然有气质 我在您面前啊 就是一个粗人 您真会开玩笑 好 咱坐着聊 坐着聊 坐 坐 坐 那个晓晴啊 要不要给汪总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项目的前景 和未来的潜在的收益啊 好的 那汪总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呢研究的是中医药 现在做的是中医药的萃取工作 已经到了提取单体这一步 一旦单体提取成功呢 就意味着 停 停 停 教授 您讲的这个东西啊 我根本听不懂 我这点没什么文化 您都谅解一下 没关系 那我换简单 通俗易懂的 跟您再解释解释 不用 您今天啊 就是把这嘴鼻子磨破 我这脑袋也开不了翘 这样吧 您就直接告诉我 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出来 这个嘛 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时间 但是一旦单体提取成功呢 我们的新药上市以后 也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这样 你大概 大概估计一个时间 这么说吧 保守一点 十年 十年 对 李总 这是真的 赵教授的意思是 十年不开张 开张 吃十年 药品的研发确实是这个样子 一旦成功的话 得到了回报和利益 那绝对是惊人的 这么说 我好像听懂了 这样吧 我跟那些兄弟们去商量商量 不过 我研制出的药定价不会太高 教授 您这不光管着这个科研 这商业上也要管 当然 您刚才讲的这个定价不会太高 什么意思 薄力多效 薄力多效 我的意思是 我们做的是平价药 我希望老百姓是买得起用得起 因为我们针对的是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而这类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如果定价过高 那就意味着 直接断了他们购药的心思啊 李总 你这些好像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 之前的信息可能有一些不太对称的地方 回头我再和您解释吧 好 我说啊 你们内部能不能先把意见统一了 再来找我谈吗 大家都很忙的 对不对 这好像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跟这种人合作 现在钱很难找 我找来的钱被你给说走了 我不想跟他合作 他是个黑心的商人而已 你 你就把人先给稳住了 让他把钱给投了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不行吗 这是相当于骗钱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你怎么办不起来 帮他把钱摹拆了 他把钱摹拆了 那看他要不要去 你更加不许厉害 谢老师 谢老师 秦海 你留下来再帮帮我 我累了 我要先回去休息 秦海 你过来 过来 秦海啊 这一组数据我觉得有问题 你帮我比对一下 我老眼昏花了 你眼睛好使 就帮帮我吧 让我留下来帮你也可以 但我有几个意见 想要当面提议一下 可以吗 你说吧 我的意见很简单 从今往后 不要对我们的工作干涉得这么细 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就可以了 干吗管头管脚 搞得你累 我们比你更累 不是我要对你们管头管脚 是目前这个阶段 你们的功底还不够 我把任务交给你们 我不放心 知道吗 与其让你们 作杂了重做一遍 还不如我事先对你们进行指导 我看 你的功底 也不见得有多深嘛 我看你最大的本事 也就是下点笨功夫 这跟功底深不深 恐怕也扯不上关系吧 你说什么 你敢再说一遍 我要说得不对 你可以用事实反驳我 我接受反驳 也接受批评 可你想靠大嗓门 威嚇打压 那对不住了 我林星海 不吃这档 你出去 出去 实验室是你家的吗 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 今天我就偏偏不走 好啊 时间不早了 要不大家都舒适一下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的事还没做完呢 我不走 林星海 林星海 我有事情找你 跟我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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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按理说呢 这是你们家里的事 我不应该管 我也没有资格管 可是今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把你叫过来 是想跟你谈谈 我知道陈教授是你的父亲 我猜你也知道了 我猜你也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 不管是作为学生 还是作为儿子 你都不应该 像今天这样跟他说话呀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 你非常地关心他 那天晚上我们在楼下看到你了 既然你都已经来了 为什么不上去呢 我讨厌他 我讨厌他 可他毕竟又是我父亲 小时候他要么不管我 要管 就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顿猫 我妈说得对 他就是个科研动物 脑子里边除了研究什么都没有 进展顺利 回来就眉开眼笑 遇到阻力 回来就阴着一张脸 对 好来 我们终于忍受不住了 就离开了他 可这还不是他让我最讨厌的地方 教授 你想听吗 我最讨厌他的 就是他没有天分 去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给自己定一个永远都达不到的目标 活活把自己脱离死 他不光拖累他自己 他还拖累我和我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工作上面要处处跟他作对 你是想要报复他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报复完 我心里更难受 星海 我同意 我同意 陈教授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是丈夫 他的确是在家庭问题上 做得有一些欠缺的地方 可是你刚才说的有一点 我绝对不认同 什么 你说陈教授给自己定了一个 不切实际的目标 永远达不到 在我看来 他之所以现在 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不完全是个人因素 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 在科研的路上都会遇到瓶颈期 但如果就这样放弃了 那就不会有人成功啊 而我看到 在你父亲身上那一种勇敢 坚韧的精神 是我们每一个科研人员 都必须要学习的 这也是最让我敬佩的地方 星海 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我觉得你不应该 永远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 去审慎你的父亲 永远活在一个想象 你父亲是如何如何 对你们的家庭做得不够好 你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一下 作为他的儿子 作为他的家人 你又做了哪一些呢 你处处跟他作对 这是一个亲人 应该有的态度吗 如果你能把跟他作对 反抗他这些事情 换一个角度 去支持他 理解他 我相信你们的家庭 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我看到的陈教授 他非常地关心你 很爱你 你也看到了 他今天已经向你 迈出了第一步了 不是吗 我们 我们是妹妹听见 听到就听到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 来 走 从小鱼那儿 不要有什么来看 我说了 你就会听到这些行动 我看有主意的 你都能看到了 我看有什么 我觉得好 你还听到我 你会说的 我的这些行动 你还听到这些行动 今天特别交代食堂 现在午饭时间 给大家加餐 可以去用餐了 谢谢董事长 走 林兴海 这个是陈教授让我给你的 听说是冬瓜排骨海带汤 你小时候最爱喝的 我还听说陈教授 只学了这一道菜啊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对了 不能在这儿吃哦 知道了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好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对了 不能在这儿吃哦 知道了 喂 杰森 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 我们是有时差的 我当然知道有时差 但是我也知道 你应该做一件非常忙 你一定还在公司加班 是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新闻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新闻了 从你回中国以后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新闻 你们那里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中国的市场现在应该蛮多机会吧 是啊 那你来啊 我一定会来 但今天我想先跟你说一个事 你怎么又猫出了一个 这么奇怪的一个新点子 我听说你的同行 我们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是吗 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 我的同行们非常紧张 正在连夜开会想对策 杰 你这样会把你所有的钱都烧光了 你原本可以躺在海边 享受你的未来 但是你又把你自己 送到悬崖的边上 这次你为什么还跟以前一样 你的眼睛里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吗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 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 事成是现实的 我已经开始替你感到忧虑 谢谢 谢谢 你可以放心 好吗 我不会放心 所以我要来中国找你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 再见 朋友 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啊 王主任您怎么来了 我来呢 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申请国家重大的课题这件事 您请坐 现在跟你同时申请的有不少 我现在呢 也不确定能不能申请下来 就算是申请下来呢 能不能欠额贷款也不好说 那我们再等等 毕竟呢 事关重大 资金数量又不小 国家审批起来呢 可能会更加谨慎 更加复杂 你多多理解 没问题 我理解 王大哥 其实我一直想好好感谢一下您 您看您对我们实验室 这么大的支持和帮助 还有这一次肖战公司的贷款 也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说这个嘛 你跟肖战呢 都是人才 做的呢 我都是造福社会 造福人民的大事 能为你们做一些保障服务型的工作 那是我的荣幸 你现在这个资金缺口还大吗 还是有挺大的问题 不过十一哥和建国已经开始融资了 俊善也怪我 我这个人吧 可能确实对投资人的要求太高了 进展不是很顺利 是这样 小青 作为你父亲的学生 你的大哥 我想多说你两句 我觉得你这个人哪 平时说话太直 应该在平时与人沟通的时候呢 要多注意方式方法 王大哥 您说得太对了 确实我这个人有时候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您放心 我今后一定注意 好 那就这样 我先回来 您也早点休息 好吧 您慢走 嗯 您好 您好 请问是云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吗 是 麻烦我找赵晓卿 赵教授 我就是 那太好了 我仅代表我公司正式通知您参加 本周六下午举行的路演活动 到时候能不能吸引到投资就看您的了 本周六 那说起来我只有两天时间准备啊 实在不好意思 之前一家参加路演的公司临时退出 正好空出一个名额 就让您的公司递补进来了 我明白了 那行 谢谢您 期待 所有的投资人 能够在不远的将来 跟我有深度的合作 谢谢大家 赵晓卿 教授 赵晓卿 教授 您的云姆科技提交的商业计划书 比别人都要简介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赵教授 您还需要准备一下吗 现在可以了 各位来宾 各位投资者 大家好 我是云姆科技的创始人赵晓卿 许多人说我过于理想化 不够实际 是个标准的科学家 不像个企业家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 汪主任 晓卿正在演讲呢 您到了是吧 那我出来接你一下 优秀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一样 根本的任务是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类创造价值 而不是斤斤计较利益的得失 今天我站在这里 向大家推荐我和我的团队 以及我们正在研究的科研项目 我们正在做的正是一件 可以为广大病患 为国家社会带来福祉的事 长远来看 也会为投资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这是价值 创造的回报 也是创造更大价值的基础 对此我从不怀疑 从不疑虑 有的人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而我 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谢谢 幸福你妈还抱怀她 应该的 这么快一讲啊 赵教授您是搞科研的 但有些观念呀 跟我是不谋而合呀 的确 投资 有时候啊 就是偷人 赵教授 对你们公司 我是很感兴趣呀 不知道 你想融多少钱呢 这一轮我们希望融一千万 赵教授 不疼人 赵教授倒是不谈心呀 不过我听说 你们实验室一直在申请国家 课题经费 但迟迟没有批下来 我们想了解一下原因呀 这个 袁总 王主任 你怎么来了 我给赵教授送批文来了 我给赵教授 赵教授 这王主任保驾 你还这么谦虚 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这比赵刀子 这也没什么比赵刀 开学生了 谢谢 来吧 谢谢 赵教授 大家都在呢 你们这也太着急了吧 这公司刚融到第一笔钱 开清工宴呀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拿到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国家的批文 对不对 来 坐坐坐 来来 坐坐 赶紧的 赶紧的 今天呢 晓晴 今天不光是为了庆祝你拿到这笔投资 你看 咱们这儿还缺了谁 肖战呢 刚才我们还在吗 公司有事 临时过去的 那还缺了谁呀 我真的猜不到 请问 你们需要吃些什么菜 川哥 天哪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川哥 川哥 你还记得川哥啊 前面多年你回来都不知道看看我 小青啊 你们解写什么呀 一个一个全部回到了中国 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地方呢 这不 我把我纽约的餐馆啊 一模一样的 拷贝过来了 我就说我刚进来的时候 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呀 你们真是 今天这个地方选对了 庆功宴呢 就应该选择春哥的餐厅里面办 一定的吗 春哥 这在座都是老熟人 回头得上你这儿白吃白喝啊 走开了你 赞了我懒得到您的便宜啊 以后加倍受力前往 好好好 来来来 请坐请坐 好啊 坐坐坐 太好了 今天算是人到齐了 来 那我们共同举杯吧 来 这第一杯呢 我们要敬王主任 感谢王主任和政府 给我们云母生物科技 这么大的帮助和支持 让我们尽快地拿到了项目批文 让我们迈开了第一步 王主任我们感谢您 别这样 别这样 都是愤内之士 来 来来来 谢谢谢谢 谢谢领导 谢谢谢谢 来 谢谢 男教授 来 谢谢谢谢 一会儿吃完饭 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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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波士顿 我知道你想让我开口把你留下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不能那么做 但是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每时每刻都在惦记你 所以我去波士顿找你 我们回国之后 你问过我 什么时候结婚 但是我没有回答你 因为我觉得没有准备好 我不想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是现在 我不想再等了 我想跟你一样 我请问你 我多 stimuli 你不需要你 我太敏了 我对我来评了 我来说的 但我那个 你和我来看 我说我 我才能鸿的 一样 我这样 我去找你 我 我说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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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在里头 待着你跑外面来干吗 里面的伴娘不搭理我 待着无聊 出来转转看看你 不是 你得跟人聊啊 你不好意思吗 十一 今儿穿得够帅的呀 不知道 我待会儿 今儿结婚的是你呢 能结婚就好啊 哪有那福气啊 十一哥 但是你眼光太高 如果你愿意 当初在美国 那不就跟 那个女老板女的结婚吗 来 来 谁叫你一家 谁叫你 收 不准再提 好 你 喂 艾薇收到勤俭了吗 给了 但是来不来就就就 就 就 来 好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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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我摸一下 好飞啊 好飞啊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这第一次穿旗袍 你不在里头好好准备 一会儿粉末登场 就看你了 就是啊 不是 我这不是第一次穿旗袍吗 我都不会走到了 别那么讲究啊 好看 好看 随意 随意就好了 我出来主要想 拜托大家帮一个小忙 什么事啊 说 我老家赵叔 孙志叔嘛 他今儿不来了嘛 他就觉得我娘家吧 这太寒缠了一点 我赵小青配不上肖战大公子呀 什么话 这就他俩字 呸 呸 就是 肖战但凡该有这想法 隔几个把毛给他耗了 肖 肖子 肖子 给他十个胆子 我都不敢 别闹别闹啊 我是这么跟赵叔说的 赵叔他不这么想啊 你看 他说啊 这个肖战家里的 他的父母一手操办了这个婚礼 赵叔什么也没帮上 他觉得亏欠于我呀 我说别着急啊 咱不是还要回门吗 对啊对啊 赵叔又说了 一看 肖战家里面亲友团 浩浩当当这么多人 我娘家好像没什么人呀 到时候万一我嫁过去 赵叔担心啊 公婆会不会看清我了 我就想 拜托大家一件事啊 万一赵叔一会儿来问你们 你们就说你们都是 我赵小青的亲友团 行不行 我们本来本来就是 你们有点什么 大表哥 二表哥 表大爷 什么大人 别的 你这样 那个这是我赵叔 那个赵叔 建国有事您言言 你好 您好 您好 赵叔 湘东 你好 你好 赵叔 你好 你好 赵叔 认识吗 李十一 都发简了 帅了 赵叔 我太想你了 那个今天我们在这儿啊 没人敢欺负小青 好 好 好 赵叔 这可都是我的亲友团喽 自家人 必须的 都是赵哥人 对 好好好 我给小青说一句话 好 好 那个 赵叔 我一会儿去给您敬酒去 好 喝点 赵叔 给您联合三杯 好好好 好 坐坐坐坐 你做什么坐你 赶紧 大娘 你的伴娘呢 你那个姓苏的 还有姓刘的朋友 他们俩没去化妆 他们俩不是你伴娘啊 不是 赵叔 那两个他们已经结婚了 不能当伴娘的 这怎么能行啊 这不是缺了牌上了吗 这 这想让你娘家没人啊 你早跟我说 我给你物色呀 赵叔 您不用担心 您怎么这事比我还着急啊 我也不讲究什么牌上不牌上的 这些无所谓的 重要的是一个婚礼 你就是个仪式而已啊 你说这 这我 其实我是有伴娘的